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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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先开经本 第二十八面 第二十八面 我们从第一行看起 佛有无数诸和神 所谓蒲光延造诸和神 第三尊 第三尊 大光图照诸和神 大光是形容自信本具的智慧 唯有自信薄弱 才能普照虚空发解 这个照的作用 其感应道教 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 齐心动力 一切的造作 都在佛光铸造之中 一切众生 不单欣情 众生的心念 佛知道 即使是无量皆浅 而且 我们威信的念头 也在 不单欣情 剥热至光之中 那么我们 听了这些话 读了这些文字 感到很稀奇 感到不可思议 而实际呢 这个摄放三计是一体 没有前后 没有光霞 没有情深 这在自信薄弱光明 才看到这个现象 这个现象 就是大臣经上所讲的 一真法界 因此 他有这么大的 德能 于一切众生 其感应道教的作用 诸佛神所表的 帮助一切众生 就是破迷开悟 迷光破除之后 业障 烦恼 习气 才能够断除 而后 觉悟了 悟了之后 才真正的落 众生烦恼稀奇 还没有出的时候 这个时候 于诸佛如来 就不能产生感应 这在前面呢 我们都讲这个道理 给诸位报告过了 是我们的心 静 跟如来 古地上 不相应 大臣经上 常讲众生 一念 微善 都能感动 诸佛菩萨 一念 是将时间短促 一刹那 时间很短 微善 极其细微的 一个善念 那我们想想 这种 微善的善念 一念的 微善 我们哪个人没有呢 可以说 一切众生 都有啊 为什么我们不能感动 诸佛菩萨 来实现 不是佛讲错 还是我们 妄闻生意 去解了 因你微善 实实在在说 我们每一个众生 乃至于地狱众生 善根 佛德 都相当 知足啊 哪里只为善啊 那为什么还多着三途呢 虽有善根 虽有佛德 这经上讲的一切众生 借由如来智慧得相 但以妄想执着 他不能现前啊 这个把他障碍住了 道理在此地 那么由此可知 经上所谓的是 一念微善 现前 没有障碍 或者是有障碍 这个障碍很薄弱 那好像很轻的云彩 稍稍风一吹 这云彩就吹掉了 这样才能感得 祝佛菩萨 一些切 那么又可以说 它是一念微善呢 这一念微善是信德的光明 比如 比如 释迦牟尼佛在三千年前 他怎么降生到这个世界来 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有一些 也就是一念微善现前 敢得佛陀到这个地方来映画 应以佛身而得度之 所以信佛身来度众生 所以是信佛身 这些友善根的人不认识佛 也不可能向佛请教 更不可能向佛学习 这就是说明 他一念微善现现 佛来了 在这种情形之下 一定由祝佛菩萨来帮助这些 善根佛的成熟的众生 那么在经上讲 他们最初得利于 五不欢天里面的禁居天人 禁居天人 都是修行正果的 在一般经论里面说 三国圣人 都是小城三国的圣人 他们看到了 看到佛印化到世界来了 世间这些众生 不知道向佛请法 他们的世间 来齐倩 带我们齐倩 不仅如此 我们在佛家常常听说 一夫出世千夫拥护 许许多多诸佛如来 实现外道 实现外道 实现为过往大臣 长者居四 乃至于同男同女 各个阶居四 各个阶层 普遍的实现 他们去带头的作用 听说 听说 这个世间 这个世间 有这么一个大智慧的人 大学问的人 大德能的人 都来皈依 都来亲近佛陀 做佛的弟子 带动整个社会 带动整个社会 把那些一念善根成熟的众生 都接引到佛门来了 这个叫做一念为善 不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 那么在佛法里面 特别是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的经题 比我们这部经题更明显 把这个修行的刚铃给我们说出来 清净 平等 俱无 虽然这个三庄四庆 是一二三三二一 它也有次第 次第从哪里修起呢? 从清净心修起 这是对忠相根性的人来说的 如果是上上根人 他从诀门下说 清净 平等 诀 三个门啊 上上上根人可以从诀门进来 像中国的禅宗 信宗 他们从诀门 教书 教书 他们从正门 从定门 从界定这个法门 净净心 净土宗是从静门 从清净心的 那么由此可知 离开了觉正经 违背了清净 平等觉 所以有善根福德 虽有善根福德 信心也没有办法产生感应道教的作用 这是一定的道理 我们不能不知道 这是说大乘佛法入门的一个诀窍 无论是在界门或是心门 不认真修许 不认真修许 就不得其门而入 那么这是大光普照里面的 其用的意思 再看第四段 众妙宫殿 诸佛神 宫殿是比较慈悲 比较富裕 前面已经跟诸位报告过了 众是众多 是从四相上说的 四相无量无边 这些境界性 这些境界性是由众生性实所变现出来的 大乘佛神 大乘经上 笼统地说 设法界一真壮严 这都讲得重 不但诗众多 不但诗众多 礼仪也众多 有诗必有其理 这些境界的诗 这些境界的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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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大千世界 我们讲三千大千世界 实际上是一个 叫叶佛土 今天我们在经上看到 诗佛如来 无量无边 那么换句话说 佛国土 大千世界 也是无量无边 每一个佛国土里面 都有诗法界 你说诗法界就太多了 不是素字能说得出来的 众多 喵 这个字的意思很深 不若经上 常说 性相一如 离似不二 这家庙 谁能看得出来呢 觉悟的人看出来 太妙了 他看出什么 他看出来 原来相就是性 性就是相 四就是离 离就是四 性清净 相哪有不清净的道理呢 离空极 是哪有不空的道理 所以看出这个 才知道万法皆空啊 那么是什么个道理 道理啊 我们现在觉得样样的不空呢 这是什么道理 给诸位说 这是迷情不空 除这一点之外 我们跟诸佛如来 谷地上境界 有什么差别 没有差别啊 你们看到经上讲的 诸佛如来无量寿 我们现前 哪一个众生不是无量寿 我说这个话 你们又不相信 明明看到这个身 几十年就有死啊 那怎么是无量寿 但是你没把事情看清楚啊 你不晓得这个身是假的 身不是我 如果我们用个比喻来说 我们的身呢 就好像身上穿的这些衣服一样 把我们这个人呢 比作清净发身 衣服脏了 天天欢喜啊 你们有没有感觉的 哎呀这个衣服寿命好短啊 没感觉到啊 在设法界里 谁身瘦身呢 就像穿衣服脱衣服一样 那不是自己嘛 这身不是我嘛 我无量寿啊 所以你晓得 祝佛如来 无量寿 我们哪一个人不是无量寿 所以跟祝佛如来 差在哪里呢 差在什么 祝佛如来是智慧当家 我们凡夫是智慧做主 这个糟了 你晴做主啊 要用佛法的术语来说 祝佛菩萨用的是四至菩提 我们凡夫用的是八十五十一心所 差别在自己 除此之外 实在讲没有差别 这个才叫妙啊 你如果真正明白了 旧了 气入境界了 你的心怎么会不清净 清净心 清净心 除这个众生界 众生界也是清净的 决定不感染 不染住 禅宗里面画所谓的 不化从里过 聘业不念身 就是这个道理 这才叫众妙之门 这才是真正慈悲 我们佛门常讲 慈悲为本方便为门 这两句话就是此地 众妙宫殿的意思 但是佛家又常说 慈悲多厚害 方便出下流 这也是事实 为什么慈悲多厚害 方便出下流了呢 与妄想分别执着相应的慈悲方便 就坏了 与觉真正相应的 与清净平等觉相应的慈悲 那就是本 那就是慈悲是本 方便什么 所以你要看 给哪个相应呢 与佛菩萨相应 那是佛法的根本 是佛法的热门 如果与烦恼相应 那就错了 那就变成造作无量的罪业了 这个是僧佛凡善差别之处 所以佛法修学 无论什么方便 无论是哪一个宗派 大臣也好 小臣也好 弦教也好 密教也好 中文教下 它有一个总原则 永远不变的一个原则 就是戒定慧 就是局正进 这个不能变更 与这个相应呢 这是佛法 与这个不相应呢 那是魔法 佛同用一个魔字来说 魔是什么 我是折磨啊 你的身心受到折磨 心不安 心不安 心受折磨 身不安 身受折磨 与局正进相应呢 那是决定会得到身心安稳 这是我们学佛同修 一定要认识清楚 我们的修学 才会得到真实的利益 真实的利益 不是升官发财 不是得到五欲六成的享受 不是的 真实的利益呢 就是得到心的清净 智慧增长 对于一些人死无敌 晋云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这叫真实的利益 明了之后 你才懂得修阴正果 这个门禁呢 自然清楚的嘛 这个门禁呢 那么这是真正想在这一生当中 在佛法里能得到殊胜的功德利益 不能不知道的 第五尊 第五尊 无尽光集诸佛神 无尽无量的意思 也有无止尽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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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是智慧 自信里面所涵藏的智慧 真正是无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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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但智慧无尽的 得能也是无尽的 得能也是无尽的 色相也是无尽的 你看他能够在摄法界 随一类信身 这个色相无尽的 有能力实现 有能力实现 得能无尽 又有能力随机说法 形式出智慧光明的无尽 帮助一切众生 是开发他自信的智慧的能力 他正果了 他成佛了 佛菩萨不居公 为什么呢 他的一切成就 就是他自信里头本具的 不是外来的吗 绝不是佛菩萨给他的 佛菩萨帮助他得到的 不是的 他自信本具的 那么我们现在晓得 众生很苦恼 众生的烦恼也是无尽的 这个一点都没错 众生的苦难也是无尽的 为什么呢 你也要把你无尽的智慧得能 变成了烦恼灾难 一瞎觉悟了 就把无尽的烦恼灾难 转化为智慧得象 转变 所以学佛 特别是大臣发众 一定要懂得做一个大转变 从哪里转起 从念头上转起 我们现在种种忧虑 种种烦恼 种种分别 种种执着 如何把它转变成清净平等具 你就成功了 上上跟人文法 那你要天天天的 我们在六足谈经里面 看到永家大使 到达华美 向六足请教 几句话之下 狠头肌 佛家讲讲 很童年啊 烟下大车大雾 他老人家 掉头就走了 六足就问他 你怎么走得这么快 没事了 没有在此地住的必要嘛 六足留他住一晚上 明天再走 所以他在 这个 这个 潮汐道场 有名的叫 易秀爵 他亲近师父 一天还是师父留他 不留他的时候 一天他都不带啊 哪里像我们这样 天天天经 天上几年都还迷迷糊糊的 所以天经要慧天呢 慧天是转境界 读经的时候 即使是在一些法会当中 乃至于超度法会 放这个叶口 谋善事实 这些佛师 古大德都教给我们 随文入观 那就有真受用啊 什么叫随文入观 随着经文把我们的观念改成过来 他就入境界 你读华语 你读施诸评 你能随文入观 你就是施诸菩萨 你读施行评 你就是施行菩萨 你读施地评 你读施地读施 随着经文就入境界 一部《华严经》念完了成佛了 确实是如此 天天念 天天入境界 入了你读问 还会退转吗 会退 退得很快 为什么会退转呢 烦恼习气太重了 看看外面 画画世界五一六成又动心了 又生烦恼了 这就退转了 明天再念又入境界 在静静退退呀 到什么时候不退了 那你就成功了 到不退呀 就叫正果了 那么这个里面有胃不退 有行不退 有念不退 最低点 最低点 为不退 为不退是绝对不会再退到反复地 那么我们要问 这个时候烦恼有没有呢 这个烦恼用现在的话来说 这个烦恼用现在的话来说 错误的见解决定没有了 可是错误的思想还有 错误的见解没有了 错误的思想是什么呢 贪嗔痴吗 还有这些念头 这些念头是五十节来的习气 没断了 所以你见解正确 在这个境界你就正小乘出国 就正的位不退了 小乘虚头还过 烦恼虽然有 起不起作用呢 这诸位说不起作用 为什么不起作用 他有定功 他有定会 能把烦恼控制住 不让他发作 他有这个能力 他有这个能力 所以 出国以上 还没有正得四国罗汉之间 有威胁的贪嗔痴慢 决定没有贪嗔痴慢的四 可是 偶尔也有贪嗔痴慢的习气 决定没有这个事情 这就是说 他的定会能够控制 一直到破一瓶无名正义风发生 习气没有了 完全转过来了 这就刚才讲了 那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转烦恼成菩提 转生死沉烈瓣 当然 转叶报生 沉 如无量寿经上讲的 金刚不坏神 金刚不坏神 无量向好神 转惠图为尽土 这是一个大的转变 转变在心 心里一转变之后 外面所有境界都转变 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 在理上讲的肯定 我们哪有没有能力的道理 为什么转不过来呢 还是那个心没变得过来呀 很想变 变不过来 不但变不过来 怕的是越变越糟了 这个原因怎么办呢 我很想变 很想做菩萨 很想做佛 很想往生极乐世界 那个很想啊 就是个邪念 就错了 你看看 心静心里头 还有个很想 那个心就不清静了 你怎么能成就 要怎么样才成就 不想了 他就成就了 那诸位要听我这个话 要执着我这个不想就成就了 到哪里成就啊 顶多无想天成就了 还要去当外道去 你才晓得这个说法多么难啊 就怕大家听了的时候 产生来误会 不想 佛法里面讲 无想 无想是无 邪念啊 无错误的思想啊 它有正念啊 宗门常讲 无念为宗 你要真的无念 就变成无想定 那错了了吧 无念是无邪念 无恶念 它有正念 所以这些话 从前的人讲 讲的简单 大家听了能懂 现在很麻烦 往往执着这个明言 产生错误的见解 所以马明菩萨在这个起心论里面教给我们 说天的原则很好啊 很高明啊 他教我们听经 立言说向天 叫什么 不执着 讲经的人的言说 不执着 立名字向天 这个听 不执着他所说的这些明相说 不执着这些 最后是立心圆向天 心圆向天 根本不要去思想 它这个话是什么意思 不要去想 立心圆向 这样天经呢 会开悟啊 我们今天天经开不了悟 不执着想 不执着想了 作了言说向 作了明字向 作了心圆向 我们坏在这个地方啊 立向才能见信 不执着想 主向不能接下来 主向不能接下来 所以要知道啊 一切都是无尽的 不仅仅是智慧 一切做法都是自性变现出来的 能变的无尽 所变的也是无尽 啊 光极 光在此地 是一切无尽里面 用这个光来做代表 极是高显之一 就是非常明显 非常显著 都是我们六根 很容易 觉察到的 很容易 接触到的 第六根 种种 应言 诸佛神 种种是多 也是无量的意思 无量无尽的意思 这个焰焰 焰是光明啊 火焰的光明啊 这两个字里面 就把大乘法里面 所说的无隐约明 语明就是焰焰的意思 在《华言经》上讲佛有十种言 这个到后面经文都会讲到 在此地 它表发了很明显 我们要用智慧 种种慧言 来观察 一切一阵状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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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不会看错了啊 诸佛菩萨有这个能力 我们凡夫没有这个能力啊 往往我们看错 人看错了 人看错了 是看错了 五看错了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常常遇到 所以我们都 菩萨的得好 我们会感到深深的惭愧 一定要认真努力去修修 如来的无隐 华言讲的事业 怎么成就的呢 他的根本呢 还是智慧 所以他此地用焉焉 智慧从哪里生起的呢 从禅定当中生起的 我们静中讲清净心 清净则复途经 清净心就是禅定 清净心能生啊 无量智慧是所生的 清净心从哪里来的呢 从持戒来的 所以 他的根本 总立不开 戒定会散许 什么叫持戒 戒 是佛菩萨 是佛菩萨 对我们的教诲 对我们的教议 所有一切经论 这里面的理论方法 境界 统统都称之为界 我们要读读 我们要明了 一教奉献物 这个叫持戒 一切经太多了 我们这一生 有限 有限的时光 哪里能说得了呢 这个没有关系 受持任何一步经论都行 因为佛法 因为佛法是圆容的 佛法是互相贯通的 所以一经通 一切经就通了 那么我们同学在一起共修 对于持戒 这一条 我们看得很重 没有疏忽 没有疏忽 这是我们修学的根本法 墨实在生活当中 一定要简单 如果太繁琐了 条目太多了 我们记不住 记不住 等于是形式的句文而已 得不到利益了 越简单越好 静宗学会当时成立 我们只提了五个括目 大家很容易记得 你一定要遵守 五个括目 第一个 是三福 观无量寿经 佛告诉我们 三条 是一句 第一条里面四句 孝阳父母 奉死死掌 慈心不傻 修实善业 我们很好记 记住了 要做 其心动力 也与造作 都不违背 佛的交戒 第二条有三句 受持三规 具足重戒 不犯威 第三条也有四句 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 深信因果 读诵大臣 劝尽行者 你看好记 嘛 一切时一切处 对人对思对无 其心动力 绝点不违背 这叫持戒